如果真的爆发什么核战了的话 会有多大的一个威胁和冲击 那结果呢 就看到有美国的学者 美国的科学家 还提出六种核战的场景 那但是总归而言呢 他提到的是说 当然规模有比较小的 像是印度巴基斯坦核战 但是有比较大的 就是牵涉到美俄中英法等 五大强权 他认为如果当代爆发全面核战 恐怕会导致50亿人死亡 而且死于合尘埃遮蔽 日光引发饥荒的人 会远大于核爆罹难的人数 不过呢 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大陆的媒体 特别专访一位 大陆知名的防护工程专家 以及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 他是今年获得大陆八一勋章的 8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前妻虎 那么他就说 对于指挥领导机关 战略武器要万无一时绝对安全 而且他强调的是 包括核打击 可以告诉民众告诉领导 中国积极防御战略不打第一枪 而且呢也就是说 在面对有这种核打击的时候 中国不是没有方法 可以去保护自己的 基大使的看法 这个就是说现在比较容易发 就是说发生核武 现在看看美俄的发生核武的机会 核武战争机会好像不大 因为他们最大的冲突点 就是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这个已经爆开了 爆开它并没有产生很大的 这种就是说连带效应 本来以为这个如果说爆开的话 那美俄之间可能有这些核武的冲突 现在看起来美国很节制 因为美国不加入 美国就用乌克兰去打 那现在看起来比较可能会打的话 就是大陆跟美国 那会因为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因为可能会产生 台海会发生冲突 照现在很多专家讲 有说五年内 可能会发生冲突 那会不会爆发核 这样子会不会爆发核武 那我自己认为不会 因为美国从乌克兰战争就证明了 他不会为他海外 其他不是他自己国家 他冒战争的危险 而且两岸一冲突 我觉得美国就会像这次军演一样 他会立刻撤出 而且他会说他不加入 然后可是他会支持台湾 就是完全乌克兰的翻版 所以在可预见未来 我不认为核武战争会爆发 尤其现在中国大陆核子的 武力的能力 事实上是美国没有办法拦阻 虽然这个是斯德盖尔 就是说斯德盖尔和平 有说中国大陆只有400颗 这个核子弹头 这个不知道多少 可是就是说这个核子弹头 就一个原则就是相互保证毁灭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话 事实上有这个能力 那么东风41的话 美国是没有办法拦截的 然后再加上超高音速的飞机 那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轰6 轰20如果出来的话 那那个空中的这个投射 这个原子弹能力会更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092 092这个战略核潜艇 加上这个巨浪3 这是第二级的反击能力 事实上的话 能力也不断的加强 巨浪3听说就是说 一颗飞出来的话 打出来的话 它里面有六颗弹头 那所以基本上 美国也没办法 如果都是超高音速的弹 超高就变轨的这种超高音速 这没有拦阻能力的话 事实上的话 这样战争美国不会轻易的 而且只是为了台海的问题 美国不会冒着核子战争的危险 那你说印度跟巴基斯坦 或者说伊朗跟这些 那个就不是大规模核物了 我想他们会很快会被制止的 那包括北韩 它这个是一种 怎么讲一种威慑性的 它并没有真正具备 强大毁灭效果的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 这个核子战争是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是不是只毁灭50亿人 如果世界上的核子弹 都拿出来打的话 我觉得不是死50亿 我觉得这个地球就毁灭掉了 普丁16号评论 裴洛西访台 他说这是美国再度的 故意试图火上加油 而且呢他讲的意思是 这根本就是破坏这整个地区 局势稳定的一种 精心策划的挑衅的行为 你看他怎么讲 他说美国在台湾的鲁莽赌博 不但是个别 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的访问 根本就是有目的的 有意识的在破坏 无耻展示 不尊重其他国家主权 与自身国际的义务 哇这个话讲得可呛了呢 普丁讲这个话 不是做一个观察者 而是他已经胜利其痛过 这个台湾目前美国人用的招数 基本上就是曾经用在乌克兰的招数 对就是乌克兰从独立以后 美国在乌克兰一步一步 把乌克兰推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个普丁他是深受其害 所以他讲起话来就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入目三分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 同样的一个故事 同样一个剧本 美国人现在搬到亚洲来演 所以台湾就是美国人剧本里面 下一个乌克兰 要同样要在台湾演一遍 同样一个剧本 在台海来演一遍 所以普丁讲这句话 我觉得就是说 是他的亲身的经历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你美国不要再这样了 你在乌克兰搞那一套 现在还要再继续复制到台海了 基本上就是来拱火 不断的拱火 然后你看最近他们这个事情 这个好像这个 风声稍微松一点 又来这些国会议员 然后又说我的军舰要来 这个干嘛 美国不会这么轻易放手的 美国还会一招一招出 直到怎么样 逼到大陆出手 逼到两岸兵戎相见 美国是这样往这个目的 因为美国这种做事的方法就是如此 这个每个民族 每个风格 每个国家 美国人是基本上非常科学的一个 他的文化是非常实际非常科学的 做事情不啰嗦的 都是right to the point 然后怎么样 两点之间绝对是走直线 那他现在这种美国这种叫什么 目标取向的目标定了以后 他的力量很强 他就是要推到那个 推到那个点上去 然后呢都不会走趋路 所以你看这个 你看比如说啦 晶片法案 他今天要把中国的晶片打垮 他不是说说罢了 你怎么样 你把你怎么样跟他抵抗 你怎么样讲他没有用 他就是要达到那个点 所以在台海的问题上 他今天他就是要推到那个步上去 所以你再怎么样跟他 你除非你挡得住他 因为美国是橄榄球文化 美式橄榄球是整排一起冲的 他就是一直往前冲的 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 在他往前冲的时候 把他绊倒 或者把他阻止住 然后你对他只有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也往前冲 就是两队人马不断的往前冲 然后用冲撞的方式来解决 那这是对撞 就是冲撞啊 美式橄榄球不都冲撞吗 就是把你打倒为止啊 这个就是一种利的一种 用利 可是他这里面有他的战术跟战法 可是他基本上是以利 作为他的主要的 跟你对抗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就 这个三两下就会退了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容易 你就跟那个 就跟你看以前羽狼共舞一样 那时候书族的那个长老 就问那个西方人说 你觉得未来会怎么样 他看到了 他看到一个变化的时代来 那个美国人 就是那个凯文科斯尼 那个演员凯文科斯尼 他讲说 他也很忧心 他会 他说你将来会看到 一波一波跟海浪一样的白人 来到你的土地上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对于美国这种 所以美国一向是最好的敌人 最坏的朋友 你一定要战场上跟他战一场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 他就是不断的一波一波的上来 那你以为 你以为这个雷根号跑了 他觉得没面子 他的战术性退却 他不是要跟你作战 他不是要跟解放军作战 他要台湾跟解放军打起来 所以呢 他会打到他的时候 他出去了 回后才他又继续来拱火 在那边倒汽油 倒到台湾海下 所以其实为了眼前 其实美国现在最注重的 还是什么 还是他的半导体业 他要的是这个利益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